Durion Heres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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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itta Hi 大家好 我是Anna 夏天到了 我跟妳讲 这个问题 应该已经就是 呃 大家已经困扰非常久 妳觉得是什麽问题 夏天到了嘛 就是 如果说 有些喜欢化妆的女生朋友 是不是都会擦仿晒 在化妆 那天气会比较热嘛 所以是很容易 脱妝 流汗 出油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 今天要來教大家 補妝 你們剛剛已經看到我們就是 運動風有沒有 其實不一定是運動後那個 因為有些人不會在運動的時候化妝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走在路上也會爆汗 所以 我們是教大家就是 怎麼樣爆汗之後的補妝 可是我們等一下要來一個刺激的 先來去運動 就直接去運動 大爆汗 爆汗完之後 大脫妝 對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要化好妝 已經化好囉 拜拜吧 運動妝 運動妝 對 平常是運動的時候是沒有人這樣子 可是就是要示範一下 示範給大家看說 如果脫妝之後的話 我們要如何快速又方便的補妝 補妝 對 好啦 那就 不多說了 我們現在來去運動囉 Bye 好 跑跑跑 不怕跌跤 哈 因為前景無限美好 哈 只要努力行不來到 哈 超累的 超熱喔 運動完回來了 妳還在說 整個大爆汗碰到 我們現在是直接回來 我還出油耶 對 好醜 覺得很不舒服黏黏的 你們知道我們要 真的是大犧牲對不對 好啦 我們就直接開始先補妝 這已經太黏太不舒服了 我先幫安娜老師補妝 幫我補妝幫我補妝 我跟妳們說 有狀況的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整個都是大爆汗 那因為油的狀況我是 還好 所以就會是整個是全臉就是 出汗這樣子的 狀況 對所以 好 其實好像比我好多 你看我還出油了 我剛剛 我剛剛應該是在太陽底下太久 而且好像有點熱到 我等一下會不會中暑 妳太硬了 我們現在吃冰淇淋可以嗎 太熱了這樣 等一下我找一下 對 然後妳的T字還蠻油的耶 對不對 所以妳的狀況是比較 就是出汗之外還 出油耶 對啊 真的 妳這樣子 妳還好耶 我就是 好像比較多汗 就是汗水這樣子 妳也真的蠻誇張 妳很會流汗 真的超會流汗的 熱 好了快點 我先教大家 如果是像安娜老師的狀況的話 要怎麼補妝 像她這樣大爆汗的話 很多人 超黏的 可能就會想說直接補粉對不對 所以我跟妳說NO 好 先 拿出胃 身子 折好 好 在這部分 我們先把汗壓掉 哎呀 欸她真的很誇張欸妳 流汗就是這樣子 好把汗壓掉 一定要壓 而且是用按壓的喔 按壓妳們知道嗎 按壓 可以嗎 按壓 所以不能用推的 用推的等一下粉體都被推掉 好 按壓 欸還好還好 妳的額頭超爆汗 因為妳頭髮太多 哈哈哈 我真的太熱了 好啦 欸衛生紙還掉在上面 哈哈哈 欸所以不能用推的 妳看推的的時候會推 我沒有推 我沒有推 壓的 壓的壓的 OK 現在不能用推的喔 然後整個就是 衛生紙穴這樣 好啦 OK我看一下 好下面有汗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做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多少還是會 粉會被可能推掉 或者是剛剛流汗的時候流掉 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來拿剛剛打底妝的粉底 粉底 因為我們要來補一下它剛剛有掉的地方 而且比較特別 剛剛的地方好像就是大概 額頭啦 額頭 好我就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喔 看到嗎 真的一點點 在這裡一點 一點 好 然後呢用手 不要用海綿 大概小拇指的指甲一半一點點還不到 超手 超手 其實這個人還用不到 然後呢你們可以就是把它推開一點 就是薄薄的就好 因為其實 它剛剛其實還是有底妝 只是有一點掉了 我們要補 然後呢 一定要用手 然後呢 輕輕的 輕輕的 推 為什麼要推呢 如果你直接用點上去啊 跟剛剛不一樣 如果你用直接點上去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一塊 哈哈哈 對 好比如說像他們在額頭這邊有一點點 我覺得這邊有少 有 有耶 有耶 好 我跟你們說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不用定上去 不用了 因為定上去其實會怎麼樣 太厚了 而且有時候手下會不留情 欸 可以換我了嗎 很噁心耶 對啊 所以其實這樣子還蠻簡單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很方便 欸真的耶 我已經就是整個都恢復了 真的啊 你們可以帶小小的 就是自己補充的那種 就是粉底液 然後出門有時候 如果你是爆汗的人 你就可以補一點 對 OK 了解 OK 好啦 拜託你幫我補妝 好啦 再來的話就是 你看我們ZETA的話 它是 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嘛 欸 好啦 好 如果針對出油的話 因為其實像剛剛的那個 汗它其實應該也乾了啦 所以就是 如果 真的當下如果有 汗的時候 就像剛剛ZETA 像老師說的 我們就是直接先用 衛生紙先把汗壓掉 壓掉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用 炸彈 保濕噴霧 就是不管啦 就是像化妝水OK 化妝水就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全臉 就是 可能大概T字的地方 T字的地方 比較出油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噴 好 然後稍微眼睛要蓋一下 來喔 唉唷 這水 嗯 好 再退一下 可以嗎 很緊張 好香喔 這什麼味道 玫瑰 好 我們沒有打廣告喔 沒有喔 對很香 好 這樣噴完之後呢 我們把化妝水噴完之後 我們直接用這個乾淨的海綿 好 就是你在補妝的時候 就是直接用乾淨的海綿 先把這個T字地方啊 他們有出油的這個位子 我們就先 用 油的這一塊 我看到喔 有嗎 欸真的很明顯 有沒有看到朋友 朋友 好啦 就是把那個油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用海綿 先把它推掉 推完之後呢 嗯 好 這樣子就其實大概 如果說沒有太誇張的人啊 就是如果說他簡單這樣子 推掉的話就是 還蠻快速的 那如果說稍微有推掉的話呢 我們一樣就是剛剛用 就是剩餘的那個粉底 喔 欸就是同腹子有威 沒有問題 打到浪費囉 不要浪費 對 那我們就直接用剛剛我們 推掉的海綿呢 就是沾一點點粉底 就是一樣也是一點點喔 這個時候呢 不用手 因為其實他是有點 我們要再補進去毛孔 就是直接 用這個海綿的地方 在剛剛 輸油的位置 去點拍 點壓 讓他的粉底 是可以刺進去毛孔裡面的 就這樣 非常的快速 有沒有 我覺得好像變美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現在是霧面天保 剛剛是什麼 泛油機嗎 OK 好 我來在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正對T字 還有臉頰 有出油的地方 去用海綿去點壓 輕拍 OK 看到 欸有耶 真的差好多喔 就是完全已經沒有就是 油光感了 有嗎 我好專業喔 真的 現在我們可以去拍廣告了嗎 可以 看頭髮實在太亂 好啦 不是 好啦 也不是因為我們剛剛真的太認真在運動 對 那今天大家有沒有學到 兩個重點有學到嗎 要不要同步再講一下 兩個重點 我剛剛有講過吧 就是如果像他爆汗一定要先把它擦汗 擦掉之後 然後用手 對 用衛生紙擦掉之後 然後用手 就是剛剛我們要補的地方把它推 壓壓壓壓壓 可以嗎 第一步驟 就是出汗的地方 就是 用壓的 先把汗水先輕拍壓掉 之後呢 再來就是 粉 粉底 用手 去輕輕的 對 這是第一個步驟 出汗的話 那如果出油的話呢 剛剛應該 出油的話呢 噴 噴噴噴噴噴 如果剛剛出汗一樣要先把汗壓掉 但是因為出油關係的話 其實會建議就是要拿噴霧 先把就是把油讓它吸收一下 對 然後我們再用海門 QR QR 對 那如果一樣有掉粉的地方 一樣就是補粉底 OK 記得了吧 很簡單 很簡單 好啦 今天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在底下留言喔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知道的化妝 你一些小技巧都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喔 歡迎發問囉 好啦 不聊了 就這樣子 掰掰